今年的9月11日是911恐怖袭击发生22周年 在世贸中心遗址 纽约消防局的纪念墙又新增了43名遇难者的名字 他们都是在911恐袭事件中丧生 与毒粉尘紧密相关 据了解 这些新增的遇难者大多数是参与救援的消防员 美国总统拜登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一个军事基地 向军人和紧急救援人员及其他们的家人发表讲话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参加在纽约国家911纪念碑和博物馆举行的纪念仪式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 将参加在五角大楼911国家纪念碑竞献花圈的仪式 全美各地的其他社区通过默哀 敲钟 烛光守夜和其他活动来表达哀悼 此外 联邦911受害者赔偿基金近日表示 希望受害者的代理律师们更加尽责 尽量确保索赔材料齐全 以便加快理赔工作的进展 纽纽约州州长凯迁霍楚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于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已签署法规 宣布春节为纽约州公立学校的法定假日 霍楚指出将农历新年指定为公立学校的法定假日 是认同纽约州的美国亚裔社群和丰富的族裔多样性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不仅仅是放假一天 更为青少年了解并庆祝本族裔或其他族裔的文化传统提供了机会 2014年12月 时任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默签署法案 同意在纽约州亚裔人口密集的学校设立春节为法定学校假日 2015年6月 时任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宣布 纽约市公立学校将从2016年开始春节放假一天 俄罗斯和朝鲜9月11日分别公开证实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即将访问俄罗斯 并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 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 普京与金正恩有可能讨论平壤向莫斯科提供用于乌克兰战场的军火 以及俄罗斯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 双方都没有提及金正恩访俄的具体行程 摩洛哥内政部9月11日说 该国8日晚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2497人遇难 2476人受伤 寻找废墟下受困人员的救援行动正在进行 这次地震发生于摩洛哥当地时间8日23时11分 震级为6.8级 震中位于摩南部城市马拉喀什西南约71公里处 摩洛哥国家地质监测机构稍晚时候公布的消息说 此次地震震级为7.0级 震中文字幕为7.0级